今天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不断的在前几天的新闻当中提醒大家有不少的心智陆续的上路了 比如说开车骑车的低头族 玩手机啊 平板电脑啊 这要挨罚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哦 才跨年一结束 十分钟之后台北市信义区已经开出了第一张低头族的罚单 摩托车骑士被罚一千块 原来第一天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 低头族要小心了 骑车或是开车 都不能使用手指示 电话不能在那边划 我心思之中 摩托车是罚一千块 当场抓到骑士低头用手机 因为法规刚上路 先劝导没有开单 不过元旦凌晨十二点十分 跨年活动已结束 台北市信义区就开出第一张低头族罚单 从1月1号开始着驾驶开车上路 包括在等红绿灯或塞车过程 虽然车辆禁止不动 但还是不能低头使用旧传讯功能 或上网等的手机或电脑 只要被发现 汽车驾驶人处三千块罚款 汽车驾驶人一样得搅出一张千元大钞 不过 如果你像我一样呢 先把车子停靠在非红线区域 再拿出手机使用或者是查地图 就不会有问题 那我确认它的确是有进行 播接通话跟数据通选化 那我们就依规定来做告发 或者是做劝导的行为 另外还有酒驾开车 正被没有驾照或处理驾照未满两年 以及职业驾驶 酒测值有0.25 下修到0.15 不要不要降手机啊 这是来的万能 这样会行路的时候比较安全啊 心智上路喝酒后还是乖乖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低头族也先查好资讯再上路 避免触法施罚单 专属旅游生杨荣特报导